還沒到五一節 三列町農會已經配到肉粽的香氣了 三列町農會希望民眾可以多吃一點點米 因此每逢五一節都會百肉粽來買 也因為人力有限 但是還希望大家可以吃到三列的好米 因此現在就開始包了 我們農會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要來把我們這些農產品推銷出去 剛才去應節嘛 剛才五一節要做 所以我們農會有青山米 包括我們的黃金米 所以我們配合我們節慶 用黃金米來做一個黃金粽 我們先搬起來 同事也先買回去吃飯 如果好 大家可以加五一節 才來得很好 賣賣農產材料品對我自己的理想 因此出差的林農會特別選用特殊品種 黃金米來百發展 黃金米的外觀有比較紅一點 但是營養價格很好 對維倫也比較沒負擔 黃金米它是有胡蘿蔔素 它是它的品種的問題 所以它裡面 它的黃黃就是胡蘿蔔素 所以對我們說起來 只有一些營養份 而且而且我們用黃金米來百發 它會不會扒掉 因為黃金米是屬於 本來米的一種品種 實際上林農會推出黃金米粽 主要目的就是高齡民眾多吃一點台灣米 因此價錢定料無關 所以賣得特別好 不過也因為人家有限 農會總幹事料金付表時 6千粒 賣完就沒做了 我們今年限定6千個 每一粒25塊 收完為止就不再做了 因為每年都超過我們一定的數量 做到我們的原工 做到都報名三天 所以今年我們就是訂6千個 賣完就沒得再做了 後續也要來跟我們這邊 我們訂購 三個店農會包肉粽 賣肉粽 這是他們賣到米的過程 不是他們的本業 他們家的肉粽 如果好吃 農會是告訴大家 買他們的黃金米回去自己包 記者在面前 昌報道